恭喜!恭喜!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的節目的總點記錄 已經超過一億了 多謝大家支持我們《大家真風秀》 多謝支持 既然是這樣的話,讓我在這裡脫一件衣服 和假髮型 不要看嗎? 脫什麼?脫臉具吧! 你脫臉具吧! 我都沒有戴,怎麼脫? 那我脫一件假髮給大家看看 你脫什麼? 我脫對效而已 好,我脫你的假髮 脫什麼都好 除了有你們的支持之外 使我們可以總點擊人數超越一億 多謝! 13億!14億! 最近有一個借你英國的報告 就關乎李麗蕊,陳彥恆 你們一群美女 她特地為你們做了一個報告 謝謝! 這個報告和我沒有關係 跟美女有關係 接著就說 她會訪問一下你們 就好像那些 你是為愛還是責任? 為錢啊! 訪問你們 她就會問 英國的數量很大 你覺不覺得你快樂還是不快樂? 快樂 立刻答你也可以 非常快樂 幸福還是不幸福? 幸福 幸 我一時時很看我自己的心情 真的 有時候你問我 我說我其實很慘 但有時候你問我 其實我很幸福 你間歇性嗎? 我間歇性 為什麼? 因為什麼事情 你突然覺得自己不幸福 可能那天有些事情不開心 事情發生 一件事就馬上不幸福 可能那天有些心情比較低潮 如果你那天問我 我實在說不開心 我實在說不幸福 但有時候你心想 有時候清醒的時候 你就會想 還有什麼不幸福 有手有腳 回來有公開 你學過那些 難道那些 你不看最近鄭艷麗的訪問 你這個人真是 我想告訴你 有時候你會清醒 你自己跳出來 你就會想 其實是幸福很多人 不要再不禁私足 你每天有公返 很幸福 五年都沒有公返 比上不足比上 你有多不幸福 有時候你也會 好像他這樣 對 對 這個報告 調查了很大量 很大量的女人 英國的一個調查報告 最主要的原因 問你開心不開心 幸福嗎 你問我 我實在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其實應該這樣說 這個報告有結果 這個結果是直接影響 那些人不幸福 和不開心的一個原因 原因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覺得幸福 他比較少上網 哦 那你就不會有一個比較 沒錯 就不會見到 別人又找了一個好老公 別人又住大屋 別人又拿獎 你看不到這些東西 所以你就不會了 最主要的原因 這個報告是 訪問英國當地的 小女兒 和年輕女子 你們已經過了 其實是七歲至二十歲 那不要說了 不用說了 兩個都和我無關 加起來 一個七加一個二十一都過了 再加一個二十一都過了 兩個加起來都過了 I don't care 但是他找到 為什麼現在新一代的小孩子 感覺這麼不快樂 和不幸福 他們想找一個原因 為什麼你這群人 覺得自己這麼不幸福 這麼不快樂 為什麼呢 現在所有的事情 都已經比我們以前的條件好很多了 你不發覺那些老人家很流行 你們這代真是好 永遠都是你們這代真是好 但是反而這一代的新一代 你都覺得 我有多好 我做這麼久的事 我都是買不到樓 又見不到婚 我有多好 我沒有前途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 他們問了感覺到 真的幸不幸福 原來這個趨勢在2009年做過一次 現在再做 他們發覺很震驚 因為他們不幸福的數字 是上升四十一倍 四十一 接近一倍 是啊 其實可不可以俗稱這些 情緒病 他們也有這個情緒病 他們的情緒病 帶來自什麼呢 很多人問 為什麼你會不開心 我覺得很有壓力 什麼壓力 這個壓力是什麼 他們讀 寫完這些報告 集體看完之後 原來最主要的原因 在這個新一代多了什麼 又是手機嗎 網 網 Facebook 他說Facebook 使得我很不開心 我明白 因為有得比較 他說 我見到別人經常去旅行 為什麼自己沒有 為什麼那個人經常吃美食 我沒有 為什麼這樣我沒有 為什麼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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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同學A也有 同學B也有 我沒有 就會覺得自己沒有 終於跟別人比較 可能我們這些小朋友 沒有開 我們從來不跟別人比較 我很幸福 因為我覺得需要比較 除了比較之外 我會覺得這個社交媒體 也會有一個假象給大家 通常你放上去都是一些 粉飾過的 開心的東西 漂亮的東西 希望別人羨慕的東西 你在上面那裡 創造的形象 就是令人羨慕的形象 但是你會不會被媽媽打 或是 琴條四條 對 四條 可能都會有 但你多數 多數你見親的 都是希望 我想別人怎樣看我 我就會在Facebook上面 就是創造一個這樣的形象 或是IG會創造什麼的形象 所以其實那樣是假的 那樣東西是不真實的 不是人生的全部 但是小朋友只看了這些 就找這件事 跟自己不幸的東西相比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落差很大 傻豬 對 是這樣的 其實是很大件事的 是啊 但你知不知道以下下來 因為我有一次吃飯 大概六七年前 這件事 哇 六七年前 我當時覺得 說那個又有你的 有他的理據 做那個也不是不對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就覺得這個世代不同了 我也覺得網上的東西 不真實 這兩個是一個兩個 大家都很熟悉的女藝人 但是他們兩個是好姐妹 是因為他們拍一部電視劇 成為很好的姐妹 就是A 罵B那個是非常疼她 才會罵的 以下下來 我就把他們的內容 告訴大家 我那次就發覺 原來網上的東西 真的不太相信 為什麼呢 我沒有說這個女藝人 女藝人A不對 我也覺得女藝人B沒有不對 大家的價值觀不同 我試完就坐在那裡吃飯 我只有我們三個 真的只有我們三個 那頓飯 他們兩個好朋友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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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到不得了 情如姐妹 她突然吃了飯 因為他們太熟了 我跟你說過多少次 你聽我說 我們那些Facebook 微博 好多人看的 你不要整天晚上 噁噁噁的 穿上睡衣 又拍照給大家看 你知不知噁噁的 流傳萬世的這些照片 你知不知什麼是噁噁的 然後那兩個人B就說了 我覺得最真實 我自己又喜歡穿睡衣 做些小手工 我就拍給大家看看 你看這個樣子多噁噁 那時候 那個女人B就說 這個是我真實的樣子 家居最真實的樣子 她說你都是白癡的 她是明星來的 你為什麼被人看得這麼密敵 你的照片永久都有 永久都有人看完 有這個機會 你下次還有人請你做事 那她也是為她好 罵她那個人也是為她好 是想她好 出心想她好 好姐妹 她說他們很好感情 我聽到這一段 你看看我 我永遠放一些照片都是漂亮的 相片 間不中這就是怎樣 我進一些名店裡 試衣服的時候拍兩張 就當自己是買了 告訴別人是否漂亮 這樣嘛 明星嘛 明星是要這樣 那些明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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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經常弄這些什麼 小手工做什麼 你現在做小販 不斷罵她 但我覺得你這個女藝人 罵得多有道理 你不要說 雖然她真的有些作狀 要入明店拍兩張照 可能自己買了 她真的有些作狀 B什麼都沒有買 A和B她都不買 她說 就被人家覺得她出入了這些地方 她消費的是幾萬元一條罐 對 對 她就拍照 A還是B 這麼多位 她經常被人選擇 對 問人意見 沒有問題 然後她就罵B那個女藝人 經常穿那個大小小的那個 在那邊做手工 對 她說 什麼叫明星 明星是比較假象人家 對 所以我紅你不紅的有原因 那兩個都合得來做好姐妹 好朋友 一個紅一個不紅 兩個紅的怎會做好姐妹 有勁心 你問我 兩個都很紅 對 就是一個比較紅 不是 兩個一樣紅 兩個一樣紅 對 沒有分高低 我一關咪告訴你 那兩個 永遠很真實走出來 那些人是否喜歡她的真實 不過永遠很真實那個 沒有什麼明星的風采 也是事實 她紅 但沒有什麼明星風采 不像一個明星 只是一個藝人 罵人那個 罵人那個 經常拿大牌子去找她 那就是 她營造到一個明星的假象 是 是 但他們兩個很好人 私底下都很好 都好朋友 我沒有說他們說的東西 對和不對 但我當時聽到 什麼樣子 我真的不會做一個明星 而且我開始發現網上的東西是假的 是假象 真的是假象 真的 有多少是真實呢 其實你真的要想清楚 有一次 有一次 我的助手跟我說 你不要再相信這個人說話 我說為什麼 他經常去別人的Facebook偷別人的照片 為自己吃了這些東西 這些是否有思覺失調 拿別人的照片當成自己的照片 剛剛才發生 營造到自己很有外星 說有隻麻鷹飛來玻璃窗 我救不救她好 你不是有病嗎 這些女藝人 其實是想轉發過來的 不是 如果你是轉發的 你不是說 轉發 轉發就可以了 剛剛我轉發 說清楚那張照片的內緣是什麼 你不需要騙人說 玻璃窗出現一隻麻鷹 你覺得她跟那個女藝人A 說成是名店A還是B 是不是一樣 她想在網上的世界 營造一個她十分之有愛心的人 就是假象 我也有一次試過是無心之失 我不是有心去炎耀 但是人們以為我是這樣 話說有一次我幫一些 比較高檔的發展商 因為他們有新樓盤推出 跟他們去唱歌 加連華會一下 我唱完幾首歌之後 我就問是否可以參觀示範單位 隨便隨便找個同事 但我到處走 我去到示範單位 我當然坐下拍照 我現在在大廳那裡 然後我又叫朋友來 全部坐在一起拍照 然後又去廁所 躺在浴缸那裡拍照 拍完整個示範單位的照片 之後我就放上Facebook 然後有人問我朋友 陳彥恆最近搬了一間大屋 入住了一間豪宅 他叫了一群朋友去他的家 我看到他的照片 你有沒有自己在下面寫幾個字 告訴別人 今天原來是甚麼 有沒有正式鋪了那張照片 正式鋪了那張照片 還有說歡迎大家來到我的大宅 是咯 是咯 原來真的是相信的 這樣很容易會被人 相信的 不會的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大宅 新居入伙 然後也說 那天突然間我助手說 你不要再和這個人玩了 是 我說為甚麼 因為我的Facebook很私人 沒有甚麼三寶人 他說他和他有Facebook的聯絡 他說這個人有問題 我說甚麼問題 你知道我助手很八卦 甚麼問題 你說吧 他經常到處偷別人的照片 說自己吃日本菜 其實他沒有吃到 那張照片 他在我朋友拿的 好恐怖 可不可以說他盜竊 其實是的 是盜竊 不是你的 那張照片也不是你的 那張照片也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那為甚麼他要去做這件事 就形成了一個假象 讓人覺得他是一個很高檔 和吃貴的東西的人 吃飲食有品味 吃飲食吃 食家 有品味的人 是嗎 那為甚麼在網上 就是為甚麼令到現在 這個英國的報告 他問了那麼多的女童 少女 他說為甚麼會活得不快樂 是 活得不幸福 他說為甚麼呢 他只要打開網上看 自己覺得自己的生活 不夠人好 覺得自己很不幸 對嗎 覺得自己不夠人好 真的會 為甚麼會這樣 他說有差不多 2009年做過一次 現在再做 他說生活上很有壓力 第二就是說 社交媒體裡面 看到很多人 放了很多很漂亮的東西 自己而沒有份 他說覺得自己 在社會階層裡面 是最卑微的那一格 可能我從小到大 都覺得自己 在社會階層最卑微的那一格 所以我就沒有這個感覺 其實他們是幸福開 應該這樣說 因為出來的時候 已經是要甚麼 爸爸就給 有甚麼的話 家裡已經有 所以他們就會這樣 抗壓力也比較低 明白了 就等於甚麼 陳彥恆小時候 不停有得買筆盒 又說去大院買了一個 麥當勞回家 是啊 去大院買麥當勞 是啊 麥當勞套餐 整個那些玩具 整間麥當勞買回家 是啊 那個餐廳 是啊 餐廳 什麼 爸爸那些玩具 是啊 但他的場景就是 在麥當勞 和Ken一起去 整間麥當勞買回家 他會覺得 如果他甚麼都有 突然間 旁邊的同學 表妹 為何會有這件事 我沒有 我家對我不好 你會這樣想 我們有甚麼所謂 我們根本都沒有 一向都對開你 是不好的 對你好你才害怕 媽媽今天請我吃雪條 好害怕 應該埋了我 這是最後一枝雪條 這枝雪條應該有問題 你更害怕 吃完之後應該不在這 明天 所以我們的抗壓力很好 因為我們不會羨慕人 因為沒有開 真的不會羨慕人 而且我們懂得分享 到有時候 突然跑到樓下 喂喂喂 今天 我阿婆 獎勵了 魚肉腸 大陸腸 大家分 會大家分 每人咬一口 因為這也是 等於在災難之下 你會發現 為何人性這麼光輝 因為這也是生存的方法 那時候一定要大家互相照顧和支持 否則是大家一起攬炒 所以這也是一個人性 所以你會這樣 你會覺得第三世界國家的小孩特別開心 他們什麼都沒有 但正如尊長所說 他就是生存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小孩 很開心 我們的快樂來自簡單的 有篤水玩一下 他們都可以 很開心 為什麼 在那些垃圾 彭文區找到那一碟送出來 已經很開心 對 今天很大收穫 在垃圾桶裡找到那一碟送出來 因為 你要生存就要這樣 有東西你要分享 我們的快樂不是來自妒忌 我們的快樂來自簡單 所以全球世界各地的快樂 那些兒童快樂指數 你留意下 越窮地方的小孩 越快樂 越開心 你是沒有想過的 我們有多久 我很值得和大家分享的這個報告 訪問 訪問那些teenage的小孩 想不到報告裡面 最幸福 他們覺得自己最快樂 他說我們很快樂 很開心 我們真的很開心 人們問他們 沒有什麼物資 我們這麼開心 開心在哪裡 你開心在哪 你開心在什麼 你開心在什麼 什麼都沒有 他說不是 我們在街上拿球來踢 踢得很開心 另外訪問菲律賓那些少女 她說她拿著結他 一群人在輪流唱歌 很開心 有多久 如果你們肯走銅鑼灣 中環 你多久沒有見過香港人 一群人在拍手唱歌 有 菲律賓姐姐 大媽有 不是 不是 銅鑼灣 維園 唐街 那裡全部都是 不是 我講香港人 香港人沒有 沒有 你來不來 看到一群人 他們真性情的笑容 你看到他們吃的東西 是很普通的東西 他們鋪在地上 是炸角仔 有些家鄉食品 有些家鄉食品 你用手指摺一口 有自己在唱歌 有些其他在彈 自己在起身在跳 霸得很濃 很開心 然後自己在笑 拍攝 他們拍攝 拍攝 自己娛樂自己 他們的環境不好 你看到天橋上 天橋底 是呀 是呀 在路邊 我心裡有時經過 哎呀 怎麼可以 這麼大塵 像是縫縫的聲音 怎麼可以坐在這裡 睡在那裡整天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她面上的笑容很大 是呀 很開心 她的開心就是來自她 滿足她自己 有一群姐妹 一群人和她們唱歌跳舞 玩 說一些鄉下話 玩而已 她說現在 英國的報告說 為何新一代的小孩不開心 他們沒有了社交 他們只有網上的世界 網上的世界 大家比較 他們沒有回復 一個叫兒童社交的方式 剛才我剛才說 就是巴西的小孩這麼開心 她就拿個球 拿個罐去踢一下 踢了一天 就踢到累了 回去睡覺 反而被她接觸更多 新的科技 新的交友的網絡平台 那些小孩 反而就像我們去年說 有段影片出來的 小孩 你們看過這個項鍊嗎 這個項鍊是我媽媽在巴黎買回來的 你看 要五千塊錢 你們有錢嗎 這樣說 對 那個出現 那個出現 其實那個是心理不平衡的 她不停說粗口罵另一個同學 你知道為什麼她會說粗口嗎 後期 中國有一個媒體做了她的兒童報告 她說因為這個小孩 覺得自己不夠另一個小孩 快樂 她是表妹 她就是那個就是 所以拍段影片 不停說粗口罵她 你看 我媽媽買什麼給我 這個你有嗎 這個男不合 我媽媽說五千塊錢 你有嗎 你有嗎 你買得錢嗎 你買得錢嗎 這個男八婆 這個你有嗎 我媽媽買給我的 頭褲啊 三千塊錢 其實有點像瘋婆 其實她是有點精神有錯亂症 其實她的所謂的心理不平衡 一切是來自妒忌 對呀 妒忌是為什麼呢 她在網上看到別人有 我們小孩子已經沒有妒忌了 大家都沒有 有什麼好妒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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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沒有就沒有好妒忌 而且大家都沒有 只要有一個有 那個會跟我們分享 不自私 不自私 拿出來大家吃 真的挺開心的 如果你是一群兒童 大家都只有一個人有 沒有意思的 你們是要分享的 你才會發覺 真的才有樂趣 尤其是吃東西 你不會覺得 大群人吃東西 比自己一個人更開心 我說的 你真的吃龍肉 你也不甜 吃東西是有一群人的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們不單是分享食物 我們還分享藤條印 我那次很記得 我整隻腳 我想有六條藤條印 然後我說 我昨天 我媽媽拼得很暈 很甘 這樣捉著 然後我說 你也好 你的腳沒有藤條 然後她拿高的屁股 你看 我的藤條就是屁股 我媽媽對我算是這樣的 但給人看不到的地方 都算顧著我的面子 我們大家分埋不快樂 那你說完 伸完 都會沒事 那也是 像你所說的 這麼多壞事件會發出給大家看嗎 就是 這些才是最基本 大家盲本 所以到尾 報告中就說了 地球上的新生代 最不快樂的東西 就是他們會上網 他們有交友網站 有Facebook 有微信 實在太過 比較得太多了 比較得越多之後 也越不開心 但是我可以送多一句給大家 就是今天講的兩個女藝人的故事 不要百分百相信 網上的每一張照片 甚至那個人的樣子 都有機會是假的 對 所以我不會上去看 因為基本上 你自己用自己的心態去看 那些東西 你都會知道 既然我自己都會這樣想 我都會撿相片 那又誰不撿 既然我都會鋪那些 我自己比較好的東西上去 那誰不會這樣做 那你就知道 上面那些不是你的朋友 是的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大家都想去營造一個印象 打仗 所以你到尾 你問我 我是欣賞那個 穿大口仔睡衣 出來教大家做小手工 那個比較多 不過真的很醜樣 其實我看了幾次 我真的想打給他 不要放這些 很噁心 但其實他一向走出來的形象 都很貼地 不是 一向都很漂亮 拍戲的時候 喔 拍戲的時候很漂亮 但會不會這樣 他家裡比較噁心 反而那些人會喜歡他 真的很貼地 真的很真實 有多少個明星可以做得 好像小S那些 都一樣 不不不不 那些樣子上去他的微博那裏 但是後期他被這個好姊妹 即是那個作狀的明星 罵完之後 他現在已經在他的Facebook那裏 沒有放這些了 喔 即是聽他說 但也不是說去到Prada 或者Chanel那裏 沒有沒有沒有 穿兩套衣服 但你問我兩個 是不是一樣紅呢 一樣紅 沒有分大小 但我比較喜歡真實的那裏 性格上我喜歡真實的那裏 那當然了 我喜歡真實的那裏 你會覺得那裏是作狀的 另外一個 那裏是好人的 他是作狀的好人 一個是真實的好人 我比較喜歡真實的東西 來源來自英國的報告 他現在有社交網站 和Facebook之下 英國的女童越來越不開心